接下來我來請問一下我們的金花局局長 你們有沒有接受到中油要買管線跟你們申請藍色新工業管線的申請 金花局局長有沒有 謝謝主席議員 他沒有過我們去出申請 有沒有跟你們做協調 有跟通過 但是因為那個道路經過的是港部公司的土地 就是他是經過那個港部公司的土地在道路施工 所以他不是我們目前還沒有到市府的這一塊 還沒有啦 那養護處咧 養護處處長 有沒有申請開挖的動作呢 得處長 有沒有 謝謝主席議員 廣發中心有沒有申請呢 沒有沒有沒有 沒有 等於說還沒有 但是他要埋設管線到底是不是一個事實 局長 那個竹花局局長 竹花局局長 跟議員報告 因為那個最主要是因為我們這個前鎮處理所跟中島區的這個 因為要牽涉到週期二期 所以他跟領海、國衛區之間的管線 要做一些牽移 這樣才可以做訴訟 那如果未來用潮車會相對更危險 第二個是 這個牽改管之後 會減少總共283公里的管線 而且經過市區的管線 會減少69公里 所以我們 對於未來新設管線的部分 我們有要求 就是剛剛議員在這裡面特別提到 我們希望新的科技來做監管 因為過去都是老舊的管線 可能會造成這個管線的這個 洩漏的時候 不一定能夠預先知道 但是未來如果 像議員提到的 如果我們能夠在新設管線的時候 如果能夠裝設一些比較新的監測的科技 我們可以及早知道洩漏的一些問題 議長你的意思是 答應他們埋設管線 你們是願意犧牲大林府人 百姓的生命財產的安全 然後去答應他們去做埋設特別管線 是不是這個意思 我覺得那個部分應該是由忠友 來跟大林府的居民做溝通 但是站在進發局的立場 認為用新的科技會比過去還好 但是我們希望 不管他用什麼的方式 我要告訴計畫局局長 你們要做馬關的動作 我覺得要做這些事情都是對的也是好的 但是你的方法是必須經過我們大林府的社區 以及學校以及重要的馬路 這對他們的威脅非常的大 我希望如果要做也應該是等到千村完以後 你們要怎麼做你們去做 讓這個地方能夠這一段千村前是安全的 我們也希望還沒有千村之前 我們也希望市長 這一方面的脫屋的問題 你們也要把關 讓脫屋能夠降到最低 能夠去減少這邊的空氣污染 好不好 市長 我再說明一下 因為這個部分 還是我們所有如果要做管線性 一定要跟當地的這個住戶做完整的溝通 對 所以說他們那邊被丟他反 丟他們來做完整的溝通 對 所以我只告知 我們計畫局一定要做法官的動作 那我也知道就是說有心的科技 短線在50公尺的地方 可以裝設這個感應器去監控它的有沒有發生狀況 那我想這種設備應該要比過去是寒險多了 因為只要有狀況它就會有聲音跑出來 就會告知 但是這一個是非常好的 我們是不是也要求我們中油 還有其他13家的有公衛管線的這些公司 能夠把它裝設這個感應器 去做感應的一個動作 我們新的管線都會做這樣的要求 但是因為舊的管線要挖開 整個道路會受一些影響 所以我想我們這一部分會逐步的來要求做這些 只要是要做啊 還是要有工作啊 對對對 只要新這個管線我們一定會這樣要求 謝謝學長請坐 請坐